上一讲我们说到挖掘客户需求 就是发现他的理想生活状态 这一讲我们再来谈谈下一步 匹配约看 经纪人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个考核指标 二看率 二看就是一个客户第二次被你约出来看房 我们都知道 买房子通常都要经过好几轮看房 才能最终选定 那为什么只考核二看率 而不是三看四看率呢 因为二看率低的经纪人 普遍首看的质量都不高 业主可能对房子或者对经纪人不满意 不愿意再相信经纪人的推荐 那你就很难再有第二次待看 第三次待看 所以第一次约客户看房的质量 就变得至关重要 接受过基础业务培训的经纪人 肯定都知道 这个环节的关键 是得找到匹配得上客户需求的房子 再去约看 绝对不能靠夸大房源信息 把客户忽悠过来 否则客户不可能满意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 你就发现太难了 要不然是房子的硬件很匹配 但价格太高 要不就是价格合适的房子 客户又瞧不上 你也拿不准什么样的房子 才能让客户满意 只能是碰大运势的 进行匹配约看 怎么能在第一次约看的时候 就让客户满意 进而提高二看率 三看率呢 在我看来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三点 第一 不是客户所有需求都需要满足 你得帮忙做取舍 第二是 给客户匹配房源 不要只看自己手里的 而是要放眼 整个贝壳提供的房源 第三 能让客户满意的 不只是心仪的房子 还有心仪的服务体验 下面呢 咱们就来具体讲讲该怎么做 为了让客户满意 我们是不是就要满足 客户的所有需求呢 当然不是 虽然作为服务业者 满足客户的需求是第一要务 但我们也要知道 满足所有需求是不可能的 那么当客户有 不切实际的需求的时候 你就要帮他来做取舍 而不是想尽方法去迎合 我这里说的不切实际 是打了双引号的 它不是无理取闹 而是由于客户对市场缺乏了解 导致他的预期是有偏差的 就像刚把房子挂出来的业主 都觉得自己的房子能值个高价 但市场反馈会告诉他真正的行情 有的客户想买房 感觉一定有符合自己需求 又在预算之内的房子 但市场上不一定真的有 如果你足够了解市场上的产品 知道这样的房子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帮助客户 在主观需求和客观条件当中 来做取舍 房子是客观存在的 客户的预算也不太会发生变化 那就要把对于房子的需求做出调整 就像齿轮咬合一样 需要一个互相妥协磨合的过程 具体要怎么做呢 要对客户的需求先做加法 再做减法 先把客户的需求都收集到 并且罗列出来 再根据客户的核心需求 适当删减条件 举个例子 武汉的一个经纪人 他就了解到客户 陈先生的需求是 要地铁 公园 医院 临江 精装修 户型通透 大面积 还得要性价比高 罗列完这些需求之后 他就发现 无论是新房 还是二手房市场 都没有这样的产品 然后他就开始做减法 原本这位客户 陈先生是想考虑汉口 但是总价太高 于是他就从距离 开始做减法 改到了看北三环周边的区域 那一块的房子 总价是在陈先生的预算范围内的 距离上也不算太远 但因为陈先生家里有孩子 离学校近是刚需 是必须要保留的一个条件 而那个区域又没有学区 所以不符合客户的需求 最后这位经纪人又扩大了距离 找到了汉阳二环边上的汉阳滨江的房子 那个区域环境很好 有学校 公园 地铁 商场 房子也是精装修的 户型也不错 价格比陈先生的预算还低50万 但就是陈先生上班 可能需要开车 当陈先生看到这套房子之后 他很快就决定要把它买下来 你看虽然一开始客户要求的是核心区 最后买到的房子却在公交通勤一小时的地方 其实除了核心需求 客户没有不能妥协的条件 以距离换价格是最普遍的方法 如果距离是客户的核心需求 那就要在其他条件上做减法 比如景观还有户型等等 总之你要敢于帮助客户做减法 做聚焦 但前提是一定要搞清楚客户的核心诉求 也就是坚决不能做减法的是什么 这样才能避免推荐客户的房子 他根本不感兴趣 从而拒绝看房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点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帮客户做了减法 但客户却不在你这里买房子了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想要 而是有其他经纪人帮他找到了 更符合他要求的房子 房子的条件更好 价格也没有提高 也就是说明明有更优解 但是呢你没有找到 那为什么你没找到呢 这就要说到很多经纪人会犯的一个错误 那就是只在自己知道的房源里找房子 而忽略了整个系统这个大池子 比如我就在门店里看到过 有经纪人只推荐自己维护 或者是自己门店维护的房源 有对夫妻来咨询 说我想买这家门店附近的 110平左右的三居室 那经纪人就给他推荐了一套 他自己维护的房源 当时店长在系统里查到 他推荐的房源 其实不是最便宜的那个 有另一套房源的性价比 比这套要高 于是就补充推荐给了客户 客户看完之后呢 是更中意店长推荐的那套 这位经纪人啊 在这家门店工作已经一年多了 对这个片区很熟悉 他知道这个户型在小区里有很多 但还是推荐了自己维护的房子 过后店长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带客户去看 那个性价比更高的房子呢 他说呢 那个房子跟我没关系 是另一个经纪人维护的 你看是你不推荐 那客户就看不见了吗 客户到隔壁一咨询 或者打开APP一看 他就能知道 还有一套更高性价比的房源存在 到时候成交了 那才是真的跟你没关系 这也是我们在这门课里 一直在提倡的 经纪人之间要协作 要开放 这样的话呢 很多问题是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所以贝壳线上呈现的房源 都应该是你的匹配范围 你做减法的时候呢 也应该以这个大池子为基础 我们一直坚持房源共享 和经纪人之间的合作 也是因为只有你尽量多的 去掌握市场上的房源产品 才能在客户提出需求的时候 有的放始 即使你维护的房源不行 你还能向别的经纪人去求助 找到能让客户满意的房子 做到以上两步啊 你推荐的房子就不会太离谱 大概率是可以吸引到客户来看的 但客户对房子呢 没有意见 不代表对你就一定满意 因为客户需要的 不只是买到房子 还有交易过程当中的服务体验 你可能会问啊 你说的是代看体验吗 如何提升代看过程的体验 具体内容啊 我们会在下一讲说 这一讲我想告诉你 仅仅是约看这个动作 一样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 一般来说呢 经纪人会先找到一套 自认为客户比较心仪的房源 用这套房源约客户来看房 但其实经纪人手里 都会另外多准备几套房源 这几套房源啊 未必会提前发给业主 但可以作为备选 万一客户对目标房源不满意 还有其他选项可以选 这么做当然有好处 就是提高客户满意的几率 但也存在问题 比如说啊 万一备选的这几个房源 客户看了之后 没有一个是满意的 觉得还不如目标房源 为什么要带我来看这个呢 浪费我的时间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你想再把客户约出来看房 可就难了 那该怎么做呢 你一定要把工作前置 不是让客户到现场看完房子 说他喜欢这里 不喜欢那里 而是提前用好VR带看 帮客户高效筛选 异项房源 我们有一个经纪人 这方面做的呢 就特别好 他会提前把匹配好的 房源链接啊 都发给客户 让客户通过VR看房功能 来选择 哪些需要实地去看 哪些不需要去看 又或者呢 还需要再找找更好的房源 积累了四五套客户 想看的房源之后 再跟客户约定看房时间 并把看房顺序排好 接下来呢 他还会做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 按看房顺序 做好一张房源纸 一张房源纸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一张纸 来呈现一个房源的重要信息 包括所在的小区啊 户型啊 面积啊 朝向啊 户型图等等 这类房子的标准信息 还有针对业主条件的 个性化信息 比如说税费啊 贷款啊 最下面呢 还有经纪人的二维码 头像 门店地址 一张房源纸呢 是房源的一个详细呈现 在待看前 把它发到客户手机上 就能让客户提前掌握这些信息 客户呢 就可以更直观的 对每套房源的优劣式做对比 在实地看房的时候呢 也能更有侧重点 比如客户通过房源纸提前了解到 有套房子的次卧看着面积有点小 但其他方面还挺满意 那他看房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留意这个次卧 比如站在房间里规划这里放儿童床 那边放书桌 小衣柜 还有能有一小块地方来做游戏区 实地体验完发现啊 空间完全够用 但如果他提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只是走走看看 那等事后回忆哪套更合适的时候啊 可能想到的只是 这个房子次卧有点小 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内容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次约看如何让客户满意呢 我分享了三点经验 第一 不一定需要满足客户提出的所有需求 你得懂得帮他做取舍 第二呢 是给客户匹配房源 不要只看自己手里的 而是要放眼整个系统 第三呢 是在约看的时候啊 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比如提前给客户 所有要看的房源信息 事先的微而待看 按顺序准备房源纸等等 这些都可以提升约看的服务体验 一次定终身 其实不仅房站中介行业是这样的 几乎所有的服务行业啊 都是这样 一次交涉不满意 客户就很难再做挽回 所以呢 为了首次体验 怎么准备都不为过 这也是我想对所有同行们说的话 上一讲啊 我们说到第一次约看质量至关重要 这一讲啊 我们就来说说 约到客户以后 该如何实地待看 待看呢 是通向成交的必经之路 如果几次看房不满意啊 客户就会丧失对经纪人的信心 不再愿意去看你推荐的房子 那么也就不可能通过你来成交了 但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房源匹配啊 总是不准确 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讲中就已经说过了 还有一个是 房子其实是符合客户需求的 但经纪人没能抓住这个 跟客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激发客户的购买意向 那该怎么待看来提高成交几率呢 提前做好准备 比如打印好房源纸和待看路线图 待好其他装备 详细内容啊 可以参考第二讲文稿当中的 经纪人背包清单 当天呢 要穿戴整齐 在约定时间地点等客户 然后带着客户去看房 给客户讲讲周边配套 再讲讲房子的优缺点 这已经是比较专业的房产经纪人了 但在我看来呢 做到这些啊还不够 因为这只能保证你提供给了客户 做决策所需的基本信息 并不能增加成交的可能 怎么待看能让客户更想买下这套房子呢 我的经验是 高效的待看 不是带路看房子 而是向客户展示他未来的家 具体怎么做呢 下面跟你做分享 一般来说啊 待看的流程是这样的 你领路 客户跟在你后面 等着你拿出钥匙开门 如果房子正有人住的话呢 那就是你来敲门 最后一起进屋看房子 这个流程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说到底啊 这还是在展示一件商品 但客户呢 是来体验他未来的家的 如果你想向客户展示他未来的家 就要增添一些家的温度 该怎么做呢 比如如果这个房子长期空置的话呢 屋里的空气一般会比较差 灰尘啊 也比较大 那你就要提前把卫生打扫好 而且在客户抵达前呢 就先要去开窗通风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冬天不要通风太久 让屋里温度太低 夏天呢 要提前更早一点开窗通风 让屋里不要那么闷热 这样做呢 虽然不会直接导向成交 但至少能让客户感受到 这个房子不是一个没有人气的地方 自己啊 也不会太排斥 为后面的成交呢 可以留下一些伏笔 另外啊 我建议你再找一个同事 他可以提前到房子那附近 等你们到楼下的时候呢 由他来开门禁 在你们上楼的时候呢 再帮你打开房门 经纪人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的业主只给了门钥匙 却没留下门禁卡 又或者门禁卡不好用 怎么都刷不开 用户体验啊 那就很差 明明是正大光明来看房的 怎么现在却连门都进不去了 如果你有同事 已经在房子里等着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们就可以像去朋友家的访客一样 按想门禁铃 家里就有人给你来开门 你可能觉得 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呀 我自己想办法搞个门禁 不就可以了吗 我这个设计里啊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在你和客户上楼之后啊 有人给你开门 和你自己拿钥匙开门 感受啊 还是不一样的 你刚走到门口 就有人开门迎接你 那是不是会觉得 更温暖一些呢 你看啊 真正能促成成交的代看啊 有时候还真不是 一个人能完成的 他需要同事间的协作 进门之后呢 就到了讲房的环节了 谁来讲 怎么讲 我们就先来说说 谁来讲 一般如果业主在场的话呢 经纪人都会请业主 亲自来介绍房子 觉得这样对于客户来说 更有说服力 其实这不算是个好办法 有的业主啊 逻辑性和表达呢 都比较差 介绍起房子啊 是东一句 西一句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信息呢都是零碎的 有时候客户理解起来呢 都有困难 而逻辑性强的业主 讲起房子来 又容易滔滔不绝 把自己的房子 都能夸出花来 这个时候啊 反而倒不好卖了 因为业主好像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显得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后面再跟客户 谈价格呢 就不容易谈拢 当然啊 我说这些的意思 不是想强调业主 都讲不好房子 而是说 一旦这个环节 交给业主 那就不一定能保证 房源的信息啊 都可以客观 真实的呈现 万一碰上讲不好的 那这一单啊 很可能就告吹了 那应该由谁来讲呢 当然是经纪人 自己来讲 业主可以做补充 最好是房源 维护人来讲 特别是当你对这个区域 还不那么熟悉的时候 因为房子是他在维护 他对这个房子的 了解程度啊 完全不亚于业主 在讲房的时候呢 他就是业主的代言人 由他客观的 讲房子的优势 才更容易让客户信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怎么讲 着重讲什么呢 这部分啊 非常重要 我建议你 如果你的房源经纪人 愿意来讲房的话 一定要提前跟他沟通好 客户的需求 讲清楚客户对未来的家的想象 让他围绕这些话 来介绍房源的特点 免费领取 怎么讲呢 是说房子的技术指标吗 比如说大客厅啊 名出名位啊 如果是在网上看到这些信息呢 可能还能吸引客户的关注 但客户都已经站到房子里了 你再来说这些 他一目了然的东西 就起不到任何激励购买的作用了 那该说什么呢 你得让客户看到啊 他的想象 可以怎么在这套房子里得到满足 比如有的客户喜欢烹饪 那就希望厨房的面积大一些 你找到的一套房子 其他条件都很匹配 就是厨房小 但空间可以改造啊 待看的时候呢 你就得特别说明这个空间 还可以给客户讲这个空间改造完 家具家电该怎么摆放 厨房的动线可以怎么安排 尽可能的给客户呈现生活场景 把他的生活带入到这个空间里来 你还可以用贝壳的未来家功能 通过VR展示这套房子 不同风格的装修效果 增强客户的代入感 只有满足了客户对未来居住想象的房子 那才是家 才能让客户产生购买的意愿 前面说到业主讲房的弊端 那是不是业主就不能说话了 当然不是啊 业主可以说他的生活感受啊 比如说阳光什么时候能照进来 下楼去哪买菜最方便 哪里最便宜 去哪个医院看病呢 最方便 楼上楼下吵不吵 客户虽然没有入住 但这些生活化的信息呢 能把他带入这个生活场景 这样的话会更有说服力 房子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做什么呢 一般业务培训都会教 待看不要光讲房子 还得给客户讲这个商圈的前世今生 而讲商圈呢 你得先讲城市 再讲区域 最后讲楼盘 能把这些讲明白啊 你就能帮客户对这个区域熟悉起来 拉近他跟这个商圈的关系 这些功课和讲解能力 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练习的 在你出师之前 你还能做点什么 来向客户展示他未来的家呢 那就是直接带客户 去看他未来的生活 你应该合理的去规划几套 待看路线 重点展示客户在意的周边配套 最大化的让客户感受到 他未来将在这里如何生活 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举个例子 有个客户比较在意学校 我就规划了一条从门店出发 途经超市和学校的路线 一路上我不会讲太多 更多的是让客户自己感受 他未来生活在这里的场景 比如经过学校后 10分钟就到了超市 学校附近的车流量呢 不算很大 一路上环境也很安静 没有复杂人员的场所 再走5分钟呢 就能到房子 这就是一条未来客户 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线 走这一趟呢 客户就能体会到 未来的生活很便利 顺路就可以买菜 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呢 也可以放心孩子 自己下学回家 你看只靠你讲这个房子的配套 有多好 远不如客户的亲身感受 更能打动它 虽然客户在找房的时候 是理性的 但是在做出购买决策的时候 往往是感性的 这里要特别给你提个醒 如果房屋附近有闲雾设施的话 一定要告诉客户 不能刻意避开 比如说垃圾场啊 高压线啊 这些闲雾设施 都是客户可能介意的 至于这个设施 是不是真的会产生负面影响 不能光靠你说 你得拿出客观的证据 比如说环保测评机构 出去的检测报告 以上呢 就是这一讲 我要分享的内容了 简单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提高 待看转化率 就不能只给客户 带路讲房 而是要让客户 看到他未来的家 怎么实现呢 第一是提前打扫房子 给房子通风 安排同事开门迎接 给房子增添家的温度 第二就是给客户做展示 这个房子可以满足 他对未来的家的哪些想象 第三呢 是带客户实地去体验 他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互联网圈啊 有一个词很火 叫终局思维 如果你能看到一场战斗 最终的样子啊 那打起来就会容易的多 我觉得在我们中介行业 也是这样的 当你看清客户 最终想买的不是一个房子 而是一个家的时候 那么你的操作路径啊 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了 但你会变得清晰起来